大家好,又是星期六,OT时间 每个星期六我都选一样有趣的东西,吹水 有时不一定是星期六,可能提早六都可以 但是这样有些意思,近来经常说得多 共产党会不会打台湾,好像说过一集 因为习近平的三官,前两个星期说 所以觉得他会有攻台的异欲 这个跟他三官出发,今次就要跟他个人崇拜出发 因为他是崇拜毛泽东的,很明显 很多人都知道他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军事策略 有所谓十大军事策略,这十大军事策略值得大家知道 除了十大军事策略,大家都有听过他有十六字口缺 十六字缺,到这个十大军事原则呢 那就是他赢了解放战争,我们叫国共内战 他赢得清清楚楚,大胜,夺取政权之后 还跟你个佬打了一次韩战 基本上我们了解,基本上都没有打输 也是一个一窮二白的国家,刚刚重新立国 美国生产那些东西都没有打输 但是竟然这么快就跟一个首强的国家 美国就正式决战了 你看看二战你感觉到美国有多强大 而看到毛主席带领那支人民解放军 蒋介石那支军队基本上是正规军 他竟然是赢了的,而且全世界的军事学者 那时候到现在都觉得白斯不得其解 毛主席基本上我们不喜欢那一回事 他的确是很有天分的人 他的天分就是他本来不是 在共产党里面他不是第一代的 我们知道是陈獨秀、李大超 在很长的时间,甚至毛周恩来都在他上面的 但是后来被他爬了头了,在专业会议嘛 他做了主席之后所有人都服他 就是因为他军事上跟他的做法 基本上是赢的,抗日战争到打韩战 打解放战争,他的位置是处于一个决策者的位置 而我们就知道他基本上就是成功的 这个成王败寇,就算我们很不喜欢毛澤東这个人 但是他的军事上的那个成就最好笑就是 可能他好像周恩来有些人都是读过黄埔军下 叫做正式受过军事训练,蒋介石搞过黄埔军下 就是请了西方的专家来,教正式的军事的东西 国民党的将军很多都在那里读过书的 共产党也有些人在黄埔军下读过书,好像早上来都读过 就叫做正式学过理论的东西 而毛泽东我们说他只能够说他是天才 因为他竟然他的军事知识来自三国演义,水虎转 和我们的三十六计的传统里面 当然他都应该懂得看孙子兵法这些事情 只想谈兵,但是他竟然就是最后的决策者在那里 而不能否认他打赢几场重要的战争 在他的军事思想指导而已 所以基本上是给他很高评价,老共里面 如果是习近平崇拜毛泽东 那他一定是看他的军事著作 那包括当然了,那十六字决呢 敌津我退,敌朱我妖,骚扰的妖 敌平就是我打,敌退就是我追 这个十六字决 就是简称他的所谓游击战的要缺 这个他对日本人 他没有真的 就是 除了共产党不承认历史 就是正式的历史学家 都知道九成以上是 重要的战役全部都是共产党去打的 当时成就如何呢?另有评价 但是基本上游击队,共产党领导 游击队在敌后有一些小区 上次看过地道,他记得 他有一定的地大蜜薄 日本人主军只是住在城市 那变成港大农村 游击队不停活躍 不停骚扰他 都叫做牵制了他一些东西 但是真的正式打的就是两场战役 包括所谓百团大战 还有一场一次都不记得 那就打了两场战役 就叫做刺氧一些的 但是之后呢 基本上他是在那段时间 就是整了十几万军队出来 他的基础就是在那里 就是养了十几万军队 那几年抗战时间 20万军队左右 到后来他快快接收了 就是苏联交给他的 那苏联帮他 那这个也要知道的 就是不是他神神奇奇的就赢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苏联有帮他的 但是他的军事能力呢 小米加暴差 你看他这十大军事原则呢 尤其是第十条 相当惊人的 基本上我们不用看的 第十条 有几条要看 第十条战争呢 就是说 原则六 我不讲他第十了 因为我这张图 在你们背後的图 只是讲到原则六而已 那么呢 就第七呢 是求在运动战中殲滅敌人 主动阵地攻击战术 对取敌人的据点 我们不讲这些 因为呢 基本上如果我们打台湾 就没有这些东西的 因为在一个六战的环境 是 是工程问题上 那一切就是第八了 第七 刚才 发言勇敢战斗 第六就是不怕牺牲 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 这个都放在这里 但是这个 基本上 就是不怕死而已 那你现代战争 其实是要尬住军人的一尽 可能力求不必要牺牲的 那 第八呢 在工程问题上 一切敌人手臂的弱点和据点的城市 那时候就很成功了 因为他们自己一百多万军队 打贏了八百万军队 好了 而呼獲敌人的武器 和大部分人 补充自己 武军人力 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这个又是现代战争不可能的了 就是再打战争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武器 就在敌方那里拿 俘虜了那些国民党军 逼他们跟队 但是那个年代那些军人 其实很多是没饭吃 所以去参军的 所以没什么所谓 跟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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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还有一些悲情的说法 说他们恐惧了国民党 那些投降那些军人 去韩战那里死了 做炮后盔 那是不是大家有兴趣 就看这些东西呢 那第十原则 就是善于两个战役之间的控制 休息和整份部队 在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进 可能不思的人不得蠢失时间 如果再有机会打 就是登陆台湾 那这些第六到第十 就是第七到第十 这几个原则还可以考虑 但是基本上不需要考虑 今天我们不考虑 我们考虑原则一到原则六 都不需要完全考虑几个大原则 就够了 而这几个大原则呢 我觉得呢 如果你一明白它 想着这几个原则 作为主要那个考虑如何呢 我们都可以 至少我估计呢 我就估到它是怎样打台湾 用什么方法 就是作为一个军迷的角度去说这件事 冒虚一股而已 大家不要太紧张也不要拗 或者骂鬼我不懂 我是不是很懂的 不过就是 随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看法 因为冒虚 军事节目很多时候都是冒虚的 打起仗上来 完全是跟我们想的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呢 你开始一场战争 你总有些想法 有些基础的 习近平呢 就开了几个军事会议了 只是叫解放军要这样牺牲啊 这样打仗啊 打大仗要打胜仗 又要打大仗要打胜仗 这个就是说的而已 就是鼓励性的口号而已 跟毛主席当年差很远了 他一定有研究的 当时是什么时候呢 1947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 作出这个报告 就是目前形势跟我们任务的报告 就是毛主席 他的报告上高呢 就是提出这个十大军事原则 是 还有十六字决 打这个解放战争的要决 结果很顺利 现在是47年到49年就夺取政权了 是 是 是 你可以这样说 他这个说法呢 我们逐条战略去看他 评价他现在他要打台湾 是 是 就是有没有实质效果 还有他可以怎么打 是 是 是 我们再说呢 所谓大国葛必要在战 那他要打呢 要战呢 我们首先看呢 他不离几个战场的 因为现在 他不只是打台湾 他要跟美国较量 打台湾是跟美国较量的一种形式 大家要知道 就是他看美国是更加重要 比打台湾 因为没有美国的支撑 台湾也是 事实上是打不到仗 那他就打算是台湾的 台湾有哪个地方可以打呢 有几个战场的 南海 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上高呢 当然南海可以直接跟美军打 但是其中有个地方可以 不是跟美军打 是跟台湾国民党打的 就是那个太平岛了 就是南沙在中间最大的天然岛屿 现在加大了 不够一里 不够一里 其他那些海岛 他可能弄了两三里 但是都是人工岛来的 他弄了四五个 朱碧椒那些 那就是老共准备在南沙那里 已经放了军事设施了 其实他要霸南海的作用大 就是他准备在那里打仗 因为那里 我们一般了解的军事 这些这么小的海岛 就是所谓移工难守 就是你放这些人 放不到那些人 放人多都没用 上高放几百到一千个兵 已经很大 一来 方圆一来 没有中心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守 除了你弄了一些丢堡的军事 有些地库 藏武器之外 那你就靠那一千个兵 拉着炮 守住了 人家攻上来的时候 几只战艦 一路艇一迫过来 代加大炮不断轟 基本上快点投降那个 不要免死伤 但是反过来 你霸了这个岛就在奥兰威了 人家打你怎么办 人家都是这样的 始终是义工难守就是这样的 集中兵力 除非你长时间找艰队守住他 那又不实际 所以在海里打南海的岛 大家都估到美军都不会霸了你的岛 炸了你就算了 炸烂了你 你没有军事支持就算了 但是在南海和美军作战 本来他不是想和美军打 因为美军强 但是打太平岛是他一个选择 但是我觉得都不乱 因为美军太多军事 行李行李行李 还有如果你拿到台湾的太平岛 不是不行 被台湾拿回呢 你还没有人 他有没有能力拿回油的 但美国帮他一定有 就是帮他运兵啊 帮他的AFT加油 飞机可以去到那里 那不着数 拿这个 因为你的战场有上一代 你主要军 他就拿不回了 台湾拿不回 看台湾本土 这个是最难的 虽然他经常说一代灭了台湾 但是这个 现在的军事条件来说 基本上 是有心都无力 不轻易 是 台湾我们说他是插满了飞弹的 有200里 一个海里 最近的都要有70多里 最近的那个位 那个位 那个位没过到海 所以其实是极难登陆台湾的 他要很大的准备 你准备过程 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准备 所以速战就不行的 你速战去拿一个岛 东沙也是 东沙因为这样 好像都放了几百个海关陆战队上了 就是台湾就放你来攻 攻都还有可能 因为你说你运一两千军队用船 直撲过去 对方知道也好 不是轻易阻止你这样做 但是问题 因为又近了 东沙的战旗飞到去 这个情况在香港飞很快 所以香港可以参战 香港的解放军 但是你拿东沙 现在就是一个可能 但是似乎都不应该是 我猜不是 好了 还有彭虎 彭虎大的 彭虎跌倒 应该都 如果是就等于打台湾的了 要是打台湾先还是打彭虎先的 但是打彭虎就没理由不攻台湾的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想起来想起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金环玛祖了 所以我就立刻想他打金环玛祖 以他只是简单崇拜毛主席 他看毛主席的军事策略 打军环玛祖可以不可以呢 这样 这样呢 我们逐个原则先看 十大军事原则 第一个 第一个 抱歉 抱歉 千打分散孤立之敌 后打集中 强大之敌 其实金环玛祖就是对了 孤立远离 保级 强大的敌人在台湾 美国在后面更大 但是打金环玛祖 大炮都打到了 大家都听过所谓金环炮战 1959年打到79年 59年打很多说法的 为什么打完大军过海呢 49年 49年那时候 49年尾 50年头 所谓的古龄头战 曾经想强攻这个金环 那结果被国民党打退 那时候美国已经不是很理他 但是他当然还有相当的军备 还有他有海军 那当时是及时增援 就在古龄头和共军 就是一万多人 在金环打了一场 那是赢了的 基本上是血战的 死的人多的 赢了之后初步稳定了 接着又好彩 就是蔣介石好彩就发生寒战了 那美国就立刻协防台湾 就派第七艦队进了台湾海峡 那时候共产党 现在都不容易了 那个海军渡海 所以立刻就稳定了 那蔣介石开心哭的 就是听说 就是知道台湾有够了 打完古龄头战 不用输了之后 但是你根本距离台湾 你一看地图就知道 其实他是很近福建的 是吧 距离台湾就很远的 那你如果霸了金门 他怎样補给呢 怎样抢回呢 抢回他是问题 因为你抢回他 就直接跟共军作战了 因为共军就在福建那里 陈兵呢 随时过海呢 那么呢 金门你都很难搞 拿回他 这个困难 除了金门以外呢 大家应该多看一看地图 上面呢 就有一个叫做东隐的东隐 又叫做东涌的小岛 那都是北边很多的 那就是跟马祖群岛那里 那里这样 那马祖和这个东隐都是可能打的地方 但是呢 你说拿了东隐 东隐现在好像住了几百国民党 住了几百军队 是训练的地方来的 那里有了 应有尽有 而且近匪区 匪区的渔船 时时去挑衅一下他 那么呢 他是有了地下的设施的 那些新兵 按派到东隐的岛那里练一下 那样 但是呢 话虽然如此 就是应该比金门异很多了 金门呢 都有几千手军的 几千手军 最高峰的时候呢 蔣介石是放了十万军队在金门 就是差不多一半军力 放在精锐 放在金门 那可见金门很重要 因为他觉得输了金门 就台湾都不用捱不下去 而且他不肯给金门同军 因为他发觉呢 给了金门呢 那就是没得返攻的了 蔣介石很想返攻大陆的嘛 所以在金门那里挖了地下 挖通了地下 潜水艇啊 他几千手军都安装在地底上 那麽呢 那麽呢 他防守呢 就很强的 那麽他是守得很实 就是几大都守住的 那麽这些东人呢 包括金门马祖 在美国人的军事专家研究里面呢 他觉得是守不了的 那麽你打开地图一看都知道的 近了嘛 那麽 但是你說過海 老美當然很有信心 你過不了海 但是你說搶金門馬祖 他說你守不了的 就叫蔣介誠不要守的 一向都叫他不要守 96年飛彈危機的時候 據說都叫他放棄東人 金門馬祖就守住 還可以有些空間 東引有多大呢? 東引是1.15km 就是一里大小 像南海的島那麼小 小過太平島 馬祖就3.22km 即是方里 都是很小的地方 東引和馬祖加起來是4.4平方里 很小的地方 金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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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引和旁邊的島是4.4 馬祖都有29平方里 金門呢? 151平方里 應該大於大園山的 所以就是可以一戰的戰場 金門呢? 但是馬祖呢? 30里不到的 這個地方很小的 東引加起來旁邊的小島就只有4里 那就沒有戰鬥的空間的 所以那時候那六年 美軍呢 美國呢 叫他在東引脫退的 叫他在飛彈危機的時候 怕他有你無你打了 打近那個先打 打東引又軟 補給不了 那怎知道李登輝不贊成 那政治判斷一半呢? 他認為老共不會真的打了 那他認為我自己走 這麼老散 還有跟軍隊呢 就有手套又窄的港社 不夠輕易撤退的 那當時那些守軍都準備一戰 打輸一件事才投降 怎麼都不肯就這樣走 那都是一件小小悲壯的事件來的 結果那一刻沒有打 因為他們猜都是會打這些島 現在最低消費呢 就是打東引 因為那裏只有幾百守軍 那再進一步就是馬祖 然後可能去金門了 馬祖就近東引一些 金門呢 就意義大的 當然金門呢 就因為有151平方里 而金門呢 只有29、30平方里的一個小島 那如果這麼說 為什麼要打呢? 那看回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了 我們假設是 看看他用不用得著 先彈分散和孤立之敵 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那打這些孤原海外的島 肯定就是對的了 符合這個原則了 原則二呢 先取小城市 中等城市 和廣大圈 鄉郊 然後呢 農村包圍城市 然後取大城市 這個是紫綠戰 當然這裏又不是了 但是先取小的都是合他的邏輯的 先取小的地方 因為你打台灣本島一定是大件事的 好了 超面敵人有失力量為主要目標 第二 原則三 是不以保守或者原則三 保守或者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這個不太用得著了 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 原則四啊 原則四 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 四面包圍的人 逆球全殲 不使漏妄 這樣呢 你打這些小島或者甚至是金門呢 你就算是金門 你可能整幾萬軍隊突然衝上去呢 就 是吧 這個絕對優勢兵力 原則五 還有不打沒有準備之仗 不打沒有把握之仗 這個挺好的 不打無把握之仗 但是你又這樣說 全世界的戰爭都是這樣 不打無把握之仗 每戰都要力求有準備 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制性把握 這個呢 如果你只是打東引馬祖 甚至金門呢 有絕對條件有制性把握 而且這個戰爭的時間會很短 一天半天就要決定勝負 那第二步就揮揚勇敢戰鬥 不怕犧牲 不怕疲勞 連續作戰 短期內不休息和連接打仗 那這個是打韓戰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這個 這樣的原則的 你可以說他現在這麼勇敢 也都說他不重視人命 你可以說這樣啊 這樣 這樣也可以啊 但是問題就是 北派醫生這樣 這些戰略家坐在那裡吃煙這樣想了這些東西 而是挺成功的 那如果他重敗毛澤東 我想他一定考慮完這些軍事策略之後 他不會直接打 不打無把握仗 不會打 我口講 你看不打無把握仗 不打無準備之仗 每戰都應該有準備充足 而且就是要用絕對優勢的力 那你不容易了 打台灣你想一下 你有絕對優勢 相對優勢的力從來都有 但是你怎麼過海呢 那些很多人講過 是很難的 渡海的 渡海又不讓那些飛彈打沉了你的船 那些飛機又不讓那些飛彈打死了 接著你一拖下去了 那些F-2、F-35飛到來了 日本又來了 美國又來了 韓國可能都支持了 這樣就完的了 建徵你不拖得多久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要絕對優勢兵力 以大的軍隊數量絕對優勢壓上去 這樣打不到金盤 馬祖和東引 二十多里的地方和幾十里的地方 甚至你不用準備太多 你不是要塵兵百萬 你派一萬個精銳的海軍陸戰隊上去 就已經做到既成事實了 我可以估計到那個戰爭情況 就算是當金盤 比較厲害些 就算是當金盤 它突然間大軍上去 它上去的守軍因為軍事的設施好 它不會那麼輕易投降 但是它只能夠停留在什麼呢 用槍和炮跟你交貨 你如果不是上攻呢 死人不會太多 但是你圍著它你一定可以 就是它如果你派了五眼軍隊上去 那五眼軍隊你一時間當然知道 但是如果你派幾千人上去 然後一路馬上喊喊喊喊喊 二十四次來運兵去 那可能是很隱蔽的一次突擊 那它的守軍沒有什麼擊退你 而本土來遲緩呢 趕不及了 還有你馬上去封過海 變成台灣本土就派不了兵去增援 那你拿到金盤呢 就是不用太重 死太多人的情況 但是都會懷疑的了 就是不要說蛋盡糧絕 蛋可能不盡 但是糧呢 熬了幾個月 還有你疲勞戰繼續天天開槍 那它又沒有打勝希望 那麼固守來可能 就是它都要投降給你 如果你再用這個重炮去轟那些設施 弄得幾整 現代戰州不會再 一吋山流一吋血 死人就霸了 就是沒有取勝希望 或者等不到救援呢 那就合理的了 就是守軍頭也都沒有人怪他 當然了 也都沒有需要去搶回 但是因為呢 其實陳水扁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建議撤退在金盤馬祖 反過來 金盤馬祖 為什麼還在國民黨手裡面呢 從來都爭倫庇佑 那麽呢 老共那邊呢 說自己不是不打 不是不要他 不過我們的戰略來的 毛主席的偉大的地方 我們留一條線 不是他就太毒了 哇 可能真的打不到呢 當時可以的 因為你看回一些現在揭露的歷史 當時毛澤東都說明 不要打到美國那些戰艦 因為台灣自己的軍艦 用來補給就找炮 但是美國千萬不要亂打 打倒美國軍艦 還有呢 當時美國是給了一些 當時直接美國護送那些人補給 給到金盤的守軍 帶了記者去的 有些記者去採訪的 那守得住 還有他給了一些很厲害的炮 一個炮彈打過去對面 整個阿門火車都打爛了 整個打散了 方圓一類的人竟然死了 他竟然有這麽巨型的大炮給他 那當時埔主席呢 就像說你用原子彈這樣 那車子又沒有核輻射 純粹是普通炮彈來的 不巨型炮彈 那大家都知道了 這樣就難搞了 那就變了恢復 只是炮戰 炮戰了做樣子打炮 打了四十三十年 四九年五六七三十年 七九年才解決 解決就是因為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保證了和平方法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他才停了這個戰爭 和開始三通 小三通大三通 大家要知道這些 所以不是說他有權 隨便打的 美國人是做了在這些地方 有些承諾 就是一定要和平解決 那你當然不和平 既然和平解決 直接進攻這幾個島 就對了 進攻這幾個島 美國會不會幫他搶回呢 幫你搶回就會沒有這個大危險 就是你的軍艦洗過去 怎麼樣都好 沒有飛彈戰爭 我講過了 老共都不是完全沒有力打的 打不贏都會打到你殘 因為它有很多飛彈 中程飛彈 直接可以打關島 打美軍在菲律賓的基地 打在日本的基地 美國、菲律賓、日本 咦 我不是很想 而就算是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都是蔣介石 都要守住金門馬 美國一向都叫它撤退 甚至陳水扁都建議撤退 他說什麼呢 他一打我們就撤退 撤退然後我們宣布獨立 因為那裡是中國的地方 他認為我們守住台灣 台灣就可以真正獨立了 所以就不建議守住那裡的 無謂死傷的人馬在那裡幫你磨 但是政治上是這樣 政治上反而你不打 一向他想辦法 很簡單 你不是準備收回台灣 你就沒理由去打金門馬祖 金門馬祖本身的人民 好像住了幾十萬人 但是他們好像很親共產黨 因為喜歡做生意 一定要投國民黨 民進黨可能都不要了 政治考慮是如此 我判斷也好 你只打金門馬祖 美國可能叫你放棄船 就不會的 幫你守住本土而已 就不願意死人去搶回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 他最少不會登陸 他不會登陸 你蘇華民國的軍隊 是不是要過去和共產黨 在金門那裡血戰呢 這樣他又有把握搞 共產黨和共產黨 和你鬥消耗在那裡 我想都是不會的 不會就跟著停下來就是政治解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打無把握之仗 是不是 沒有準備之仗 這個情況你可以推演到 大家停下來 政治解決 政治的後果會怎樣呢 可能蔡英文說 說獨立啊 如果是這樣 就是陳小編當然也沒有 但是會不會呢 我可能也不會 我不是說他會還是不會 我說習近平的考慮 我覺得 你可不可以干預 蔡英文怕了 整個台灣的人都怕了 不敢在這個時候強行要獨立 那他就贏了 這一仗 他要贏一仗而已 大國人在哪一戰 他現在是需要一戰 而這一戰是有實效的 但是仲然 你這樣說他好像切香腸那樣 甚至只是拿東引 一里的小島 他都有一個戰略上的 造成很大的心理效果 台灣的心理效果 心理效果就是很多台灣人 可能快快移民去美國 有些人走到香港 因為怕他真的打台灣 而因為有一個心理效果 民主黨都不敢要求獨立 不敢說 台獨又會成為禁忌 經此一戰 那老共的氣勢又上了 因為不怕你老美干預 或者要打 我都是真的行動 那他對十億人民肯定交代 這樣的情況 平衡一個厲害的關係 是 以習近平現在的困境 他一定要有個戰果 有些成績來說 再說一次 你打南海嗎? 那裡危險 你打南海太平道嗎? 危險 打東沙嗎? 贏了被人拿回 分分鐘美國幫他拿回 不怕 但是金門馬祖這些地方 一戰可能算傷大 但是是不是強硬要跟你拿回 不惜打核戰、飛彈戰 未必 我也覺得未必 如果他的判斷是這樣 當然我們的判斷都會錯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錯 千萬不要當自己是燈神 一定不會打 一定不會打台灣 一定不會美國幫他搶回金門 這個世界沒有一定的 到時才算 美國可能都沒有正式想過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還要看你打成怎樣 東銀都不差的 有雷達 有飛彈基地的 可以射到內陸的 打到武漢 因為那裡真的又近了兩百里 這樣是有軍事上的意義的 如果拿這個小島 這些外島 很少人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般人想 你拿來幹什麼 如果我拿到台灣 那些自然就投降了 不用打了 我幹嘛打這個小的地方 但是那些地方就想 大的打不到 打小的 符合毛主席的戰略呢 先選小的自由左 先取小勝之後取大勝 其實那個邏輯就是這樣 沒有大的 先立了一些小的 做成一個心理效果 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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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了四處的事情 那些據點都拿了 那國民黨的軍隊就怕了 開始撤退了 那他又贏了一場 他是這樣慢慢贏 你知道共產共軍也有這個傳統 會不會是金門馬祖 如果以小博大贏了 你十倍優勢兵力 你都說幾萬人就已經是絕對優勢兵力了 可能的 對不對 在以小勝大 我們看以色列和馬拉伯國家打 就是他贏了 他的方法都是以集中兵力 在一個地方 就是集中優勢兵力 以色列就是這樣打 這樣就是對 但是我們在中共的歷史裡面 就是毛主席也有看 什麼也有看 以小勝大的戰力都很多 包括赤壁之戰 是嗎?東盟 曹操和劉備 兩個結盟的打了赤壁之戰 三國洲 另外還有武野之戰 就是武皇佛咒 就出現歷史成語的倒窩 一擊 因為雙朝的奴隸軍隊倒窩 向朝歌盛 就是 就雙朝的首都 調轉頭進攻 這樣 有這些戰 就是這些歷史戰役 所以 少不一定打輸 所以永遠就算是打 金門馬祖 你可能到時打落 又會有不同的情況出現 又會另外一回事 就不是我們想像中這樣 不過現在呢 今天就純粹是出水 是不是幾個天 是不是 其實是可能的 究竟我的討論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我認為習近平崇拜毛澤東 一定看這個十大軍事 而他覺得其中可以借鑑的地方 事實上都是可以借鑑 我們這樣套下去 將這些軍事的原則套下去 這個戰役那裡 你發覺 頭頭尺度是可能會發生的 不一定會發生的 我也不希望有戰爭的 多謝大家 先說到這裏 過了鐘